你好 社會局公所人員 來到臨時安置的旅社 關懷慰問 撫平驚恐情緒 今天我請假 我就去請假回來了 晚上沒有睡飽 除了身上穿的衣服 還有包包 所有家當 通通都在火警現場 來台住了27年的 緬甸華僑馬先生 眼看租屋處毀了 身心俱疲 直接請假休息 先進行短期的安置 那協助他們 可以先暫時有一個 騎身的地方 同樣因為上班 逃過一劫的還有他 我都值大夜班了 閃過這樣 民眾相當茫然 房東又會如何處理 更是未知數 處理那個九條人命 哪有時間跟我們 談什麼租金 押金 怎麼躲過一劫的 我這邊睡覺 這名緬甸華僑也很無奈 才剛搬來住三天而已 就碰上無情主容 老舊公寓遭人縱火 危險因素環環相扣 讓大火一發不可收拾 二到五樓全是分租套房 租金便宜 但住戶又多又雜 大部分都是外籍移工 或是中老年租客 暗夜惡火 一口氣奪走九條人命 面對著九死一生 幸存者仍然心有餘悸 記者劉書偉 何慧榮新北書報導 記者劉書偉